弟兄姐妹平安 来到第三天的读经挑战 不知道大家昨天看完第二天的经文的时候 有没有哪一句特别触动你 我自己说的那句 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诗篇第119篇第11节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之前我说过 其实诗篇第119篇 是跟着希伯来文的字母写成的 所以也叫做字母诗 去到第三天的时候 就出现了第三天的字母 叫做Gimmel 那我们不如看看 我们今天将要看的经文 就是诗篇第119篇 17-24 求你用厚恩代你的伯仁 使我传活 我就遵守你的话 求你开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我时尚切募你的典章 甚至心碎 受奏座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 你已经责备他们 求你随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 因我遵守你的法度 虽有首领座着妄论我 你驳人却思想你的律例 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 是我的谋事 好了 今天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 这是一个祈祷的经文 诗人说了几件事 首先他用了几个字 就是求 求 就是求神 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看到这四个的求字 就是说得出 其实这个是一个带有request 就是有些要求的一个诗篇 写到这里的时候 很有趣的 当我看第一节 求你用厚恩代你的牧人 使我传活 我就遵守你的话 我相信私人在这里 用了一个好像很大口气的方法 很少求神 就是说你要用厚恩代我 就是有些英文的translation 他都会说 be good to your servant be good 就是好像带一些命令式 但是 似乎我们向神求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可以求 求什么都可以 看看求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们看看私人 他在这里求的目的是什么 他说要求厚恩 就是说 有些译本就说求你恩代 用厚恩代 是吧 你的伯仁 那为什么呢 令到我可以活着 或者是存活 使我可以遵守你的话 其实呢 不是就是说 求你给恩代我 厚恩 而是因为我很希望能够 继续的活着 让我可以遵守你的话 另外呢 就是第二节 或者是第十八节 你看到他说 求你开我的眼睛 也都呢 给我看见你律法里面的那种奇妙 其实当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呢 其实不单止是见到神那个奇妙 更加的就是我们见到我们还有命 其实我们还不能够存活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诗人 给我们慢慢的 逐层逐层 给我们见到 不单止我们当我们有命 去遵守他的话的时候 当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 我们见到他在律法里面的那种 那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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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的奇妙 那另外呢 就是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其实呢 在这个的经文里面 我们呢 见到 不单止有四个的求字 还有呢 见到 诗人呢 用了不同的身份 去跟神说话 那包括什么呢 刚才第一个的身份 我们见到 就是 仆人的身份 就是我们是仆人的身份 来的 另外呢 我们有见到 我们是 在地上 做寄居的 这个呢 我们稍后会说 另外呢 我们见到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 我们会是 一个受辱的身份 被藐视的身份 又或者呢 我们是 曾经是 被毁谤的 或者 这里写就是 被妄论 这几个呢 都是我们 我们的身份 来的 当我们 明白了 原来 在诗篇第119篇 这里 讲了这几样东西 无论是 寄居 被藐视 还是被妄论 的时候 我们 那个的心态 应该是怎么样 刚才第19节 那里讲 我们做寄居的 那我发觉呢 其实 跟我们 在美国生活 都很相似 寄居的 就是说 其实我们 只是在那儿 暂住的 是不是 或者我们曾经 都试过 刚刚来美国的时候 可能就是 就是 做一个寄居的人 或者呢 当我们来到 一个新的环境 我们需要 学习的是 当地的律法 一些社会的风俗 或者是 我们 就是特别的需要 就是特别需要 得到人家的帮助 让我们 不会那么容易犯错 在不是自己的地方里面 是不是 那私人都这么说 我们在地上 做寄居的时候 就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 做 神的 一个牧人 或者是一个寄居的人 的时候 我们都求神 不要向我们 隐瞒 神自己的一些 命令 或者是一些 法质 这个是 我想我们 都要 记得的 因为 因为他说 私人说 我们经常都 切勿你的典章 甚至 心碎 哇 说到心碎 其实真的好像 很大件事 那样 有些易管 可以说是 耗尽心力的 完全是拼命地去切勿 是拼了命的 诗人告诉我们 就算我们是 博人 还是寄居 我们都需要去切勿 神自己的话语 接下来的四节 或者三节 其实我们都可以一起去看 三节 包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受就座 偏离你命令的 骄傲的人 神已经责备了 他说 亦都求神 除去我所受的羞辱 和藐视 因为我遵守你的法度 即是说 原来当时的诗人 因为他遵守神的法度 所以他会遭受藐视 而藐视他的人 其实就好像二十一节 那样说 就是偏离你命令的 骄傲人 因为神已经责备了他 其实他说 无论是现在这个年代 其实有时我们做基督徒 都可能会被人笑的 都会觉得 哇!你们这些 那么守旧的人 但原来在诗人的年代 同样的 因为遵守神的法度 他都有被藐视的情况 甚至乎 是做首领的 都在网论 或者是毁谤 当我们去看一些骄傲的人 一些做首领的人 去藐视 去妄论 或者去毁谤 但是做仆人的诗人是怎么样 他都是继续思想 神自己的律例 为什么呢? 第二十四节 因为你的法度 是我所喜乐的 是我的谋事 昨天我们说过 在神的话语当中 浸淫着 自乐着 这个也是这样的意思 我在神的法度里面 我是觉得很开心的 因为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的谋事 有些译本就写谋事 其实有些就说 因为神的话语 是我们的导师 也都说是 是我们的advisor 是一些的counselor 其实去到最后 都想在这里想回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做寄居的一个 或者我们只是在这个地方 上面是一个短短的几十年 怎样去走这条人生的路 我想我们都不是过到形式 我们只可以 边走边看 就是 好像摸着过河 摸着石头去过河 但是我们都要想一下 既然我们在这个 不是属于我们的地方 我们在寄居的时候 我们都很希望能够 清楚知道 究竟这个地方的律例是什么 当我们说 我们要做神的子民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明白 我们需要知道 神的命令 神的一些的法例 一些的法道 一些的律例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人生 不会走差踏错 好 希望今天的灵修 可以帮助到大家 我们明天 继续 我们的灵修challenge 大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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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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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